如果一元一件做不住 那就倒閉了 穿過深水埗美居中心的小巷 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方先生默默堅持以最親民的價格 去出售煎養三寶這樣的平民美食 我做了十多年 初初打算有些桌頭 但後來一直都不知為何沒有變 網上說是良心店 是否自己買的判斷 是否真的良心店 值得吃 而且是優質的 炸雲吞是好吃的 外面很貴的 10元只有三四件 好像沒有價格 不可以就不光顧 我覺得這樣的價錢是不錯的 最簡單的專價給消費者 一元就加到十元 做到十元 他真的攝神也不就倒閉了 另一個方法就是自己扔掉 初期在街市去買 買貨所有的東西 咦 不行 街市買十元一斤 那你就自己想 再找一個批發 整個長生環市場就是批發 整個箱都買回來 成本就降低了 家人反對 傻仔 怎麼會加價 加價吧 做死一條老命 這樣做 漸漸都起 你成本不得了這麼多 所有街坊朋友都說 我們不加價 就不得了 這個時間 哪有人買一元的東西 沒什麼錢賺 但我覺得很有趣 我本身喜歡小孩子 可能有趣 看到妹妹兩歲 大走過來 樹餅收縮 到現在十五六歲 中學了 就畢業了 有些小學生 一二年級 拿著簽一元 就要吃一隻餃子 吃一隻蜜樂雞 一元而已 吃完之後 接著去補習 但現在的畫面不同了 現在又有疫情 畫面完全變了 你就要 還沒試過 油尖旺都沒有這些 有很多這些 油尖旺 賣了五元 十元元 很多人吃 以前其實最初開幾號 我都覺得 以前的排隊排到 等一會 做不及了 以前真的 希望有些 疫情改變 才可以做回以前 或者直接不做 直接不做 給別人做 都做得挪有些 可能只有口碑 有口碑 沒有銀兩 以我做的總結 真是的